在開始前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第一個我們複習一個定律 我們說一個數列an 它是收斂的 它的定律是這樣 如果limitan 這個極限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說數列an是收斂的 如果極限不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說數列an它是發展的 這是第一個要複習的 第二個呢 我們有一個定律 當我們在計算 limit r 的 n 次方的時候 當 n 區性無窮大 它的結果可能是 0 那在什麼時候等於0呢 在這個 r 的絕對值小於1的時候 算出來是0 那如果 r 等於1呢 那我們算出來極限就是1 那接下來如果 r 等於負1 或者是 r 的絕對值大於1的時候 那我們在這邊算出來的極限就是不存在 OK OK 那我們來看這題 他說要計算序列 負2分之3的 n 次方 它的極限 或者是說明這個序列是發展的 好 那我們注意到啊 它現在就是 r 的 n 次方的樣子 那現在 r 的絕 我們把負2分之3 加了絕對值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的結果是大於1 那根據下面這個定律 這個 r 的 n 次方 這個 r 如果加絕對值大於1的話 那這個極限是不存在的 那因此這個極限它是不存在的 那因為這個極限它是不存在的 那因為這個極限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的序列 負2分之3的 n 次方 這個序列它就是發展的 所以在那邊 這個極限它是不存在的 這個極限它的